彭丽媛进政治局呈江青第二,中南海四大意图曝光 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家族,两个前女婿被判重刑 丁俊辉携全家润了,中国人貌似走线原因大揭晓 一带一路欠薪,非洲工人持枪讨薪,农民工大闹中领馆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我是美玲 3月24日,中共央视高调报道习近平妻子彭丽媛现身湖南长沙的新闻 引发外界猜测,习近平可能想让彭丽媛入中共政治局 从而像中共前党魁毛的妻子江青那样走上政治舞台 对此,时兵人叶晓在大纪元撰文指出 中共党媒高调报道彭丽媛,至少曝光出中南海高层的四大政治意图 一,蔡奇部李鸿忠后尘,大搞马屁政治与夫人路线 相较于前天津书记李鸿忠首提彭丽媛精神经到外界 被新任命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的蔡奇 在溜虚拍马方面则高明得多,没有重点肉麻的吹捧 而是在镜头刻画和视觉营造用意十足 从央视镜头显示,彭丽媛到长沙调研基层集合并防治工作时 陪在身边的有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赫胜 湖南省常务副省长张银春等高官 他们毕恭毕敬又与彭丽媛保持距离 为的是凸显彭丽媛的权威 二,彭丽媛比江青显得少攻击性,更具亲和力 现在看来,她的政治野心没有江青那么明显 彭丽媛展现夫人的政治,想起到发挥习式政权 减压法与缓冲区的功能 失踪至今的秦刚之所以能三连跳 据说是因为琪琪、林彦亲手给彭丽媛做月饼拍上关系 这个说法的出现被认为是给习近平减压 意思是彭推荐的人选不是一尊的错 前中共总理李克强莫名离世 外界纷纷质疑是习近平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彭丽媛竟然罕见陪同习近平出现在李克强的葬礼上 而且一脸悲伤的身身鞠躬 被认为有替习近平洗地的意思 第三,从党天下到家天下回归毛式的血统论 江青与彭丽媛都没能生儿子 压债夫人接棒弄权或将成为接班模式 习近平身体越来越不好 疑心也是越来越重 考虑把部分权力分给彭丽媛 也是顺理成章的 而且习近平的亲信福建帮与浙江帮也在互斗 彭丽媛的山东帮另起山头 对习来说等于多了一组牌 更有利于他操弄权力平衡 第四是富人路线统战叙事 2016年据台媒上报报道 彭丽媛大舅李新凯曾是中华民国陆军士官 后随蒋介石到台湾在嘉义定居 1997年彭丽媛赴台交流时曾与他见面 李新凯在2009年回大陆探亲时也见过习近平夫妇 他在2016年去世 彭丽媛弟弟彭磊到台湾参加葬礼 习近平专门派中南海保镖同行 所以在习近平看来 彭丽媛如果能上位就是夫人统战叙事的最好模式 彭丽媛既在湖南长沙高调亮相以后 3月28日他在北京市第35中学 又会见了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师生代表 鉴于他作为习近平妻子的特殊身份 接连公开露面 有猜测说习近平想让他进入政治局 甚至有人认为他将成为江青第二 澳洲资深媒体人林松指出 毛泽东到晚年时也把江青安排到比较重要的位置 彭丽媛在接下来的角色可能有点类似 因为习现在谁都不相信 他唯一就看彭丽媛能不能帮他一把 林松说他现在试探一下风向 看看安排彭丽媛出来有没有人反对 如果没有很多的人反对 就让彭丽媛继续多露面 旅美政治学者王金涛则表示 我觉得彭没法与江青比 江青从上海到延安 他认定了毛泽东 是基于政治理念的感情 但当年彭丽媛与习近平的结合不是这样的 彭丽媛并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基础 他也很难有什么实质性权利 他也没什么能力 不像江青 他指出 彭丽媛是在部队长大的 这种部队长大的女孩子 比较听手掌的话 因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时是书记处书记 对彭丽媛来说就是手掌中的手掌 所以彭丽媛愿意跟习近平 王金涛认为 关于彭丽媛要成为江青 这种种传言的出现 原因在于大家都痛恨习近平 总想着习能垮台 他说 毛泽东后来失败 就是因为江青 他的很多政敌 都是江青给结下的 大家传这样的话 更多是希望习近平能失败 近日 原中共国家主席 李先念老婆的侄女婿 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老板 一万富豪谭辉 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被定罪 他被指控包括政治监限 一名欺诈 违照身份文件等多项罪名 前段时间 盛传李先念前女婿 退休的中共上将刘亚洲 也被判无期 李先念家族成员 接连栽倒 说到天上人间夜总会 很多人还应该记得 2010年5月 在傅政华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74天以后 北京市公安局突击包围 扫荡北京天上人间 这家北京最牛的夜总会 小半年的时间才能搞清问题 出入花费的都是金银钱贵 不及时常客 国籍不奇怪 据说里面的消费是百元大钞的厚度来计算的 裴氏小姐财貌双全 学历高端 才艺 公关素质 都经过专门培训过的 2005年 贴上人间的头牌花魁梁海玲 在家中被杀 外界传言 梁海玲名下银行卡 竟然搜出千万财产 以及一些外省高官的私人电话 上千名警察的整个抓捕行动 涉淫和涉赌赌的人员就塞满了十几辆大巴车 总计达到上千人之多 而天上人间的老板就是谭辉 那说起天上人间的牛 还有一件事情 传媒报道 1996年3月的中共两会期间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两个副局长来到天上人间消费 期间 与天上人间保安大打出手 其中一名副局长打电话 调来特警两个分队 把天上人间围了个水泄不通 谭辉也打了一个电话 救兵立即赶到 特警分队一见谭的救兵 就乖乖讲了些 谭辉那个求救电话 这是打给李先念妻子林家梅的 也就是谭辉的姑姑 林家梅随后直接打电话 给了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 江泽民很快派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 由喜贵前去处理 包括后来 谭辉卷入多起官员贪腐案而能脱身 应该与中南海关系起了作用分不开 据媒体报道 谭辉还非法为美国官员竞选活动提供资金 去年9月 谭辉在纽约拿骚线被警方逮捕 谭辉在接受调查时 也承认通过欺诈手段 获得了美国绿卡和佛州的驾照 谭辉认罪以后 媒体多聚焦于 他与备受困扰的纽约市长 埃里克·亚当斯的关系 据法院新闻稿 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 谭辉同意放弃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身份 并被驱逐到美国以外的国家 著名斯诺克囚手丁俊辉与家人也润到英国了 他与家人欢乐庆生 住着大豪宅同时 很多中国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走线到美国 这背后的原因也被揭晓 据快于文乐报道 今年4月1号是丁俊辉的37岁生日 他通过设媒晒出了温馨的钱家福 来为自己庆生 网友们也惊叹于他的豪宅内景 收藏品价格不菲 但是更引人关注的是 文章强调说丁俊辉并不在国内 而是一个人在英国工作 独自过生日 这说明丁俊辉也带着钱家润了 一边是青年才俊和家人的欢乐庆生 另一边则是小逃离中共魔掌的 普通民众的心酸走线路 今年的3月29号 有8名中国公民在墨西哥海岸附近 因帆船而丧命 震惊了国际社会 墨西哥瓦哈卡州检察官办公室 在声明中指出 这8名遇难者 包括7名女性和1名男性 他们通过乘船离开了墨西哥塔帕丘拉 在途中不幸翻船 8人丧生 有1人幸存下来 因出示地点地处一条走线到美国的热门路线上 所以有猜测说 这些中国人应该是走线者 尽管走线到美国一路困难重重 并且伴有危险 为何还有这么多中国人 敢于冒着生命危险 穿越南美洲热带雨林 偷渡到美国呢 对此 旅美时评人唐靖远分析了三点原因 第一 中国当局疫情期间的封城精灵政策 让很多人陷入破产 甚至家破人亡的困境 不少中国人也意识到 中国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罔顾民众的生命安全 所以 他们宁愿远走高飞 至少不会长期的担惊受怕 第二个是政治原因 其当局这几年逐渐加深言论管控 中国国内的新闻阁气氛越来越浓 很多人心生恐惧 唐靖远表示 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争产阶级 不能像更富裕的阶层那样 可以用合法的方式移民到美国 只好用走线这种办法 第三个就是经济原因 唐靖远说 中国的三年封控 导致大量企业出现倒闭 紧接着也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群 封控结束以后 中共仍继续搞所谓的内循环 不但对经济恢复没帮助 反而对民企和小企业主加深了打击 而中共错误的经济政策 也让中国房地产和金融机构接连爆雷 这导致很多人出现负债 甚至家庭破产 他们觉得很难正常生活下去了 所以宁愿远走他乡 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也表示 中国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人逃离祖国 既有政治方面原因 想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 也有宗教信仰方面 与子女教育方面的原因 他说 这几年经济衰退 就业困难 收入减少 也让很多人不惜冒险逃离 波及全国的封城清零 强制疫苗等等 也让不少人感到沮丧 甚至对中国的未来感到绝望 中共一带一路项目日前频传不利的消息 有爆料说 非洲工人持枪向中方工作人员 顺利讨回被欠回的工资 而不堪忍受长期欠薪的中国农民工 不但占领公司 还占领老窝中领馆才要回薪水 近日 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上 据名认证为国家机械制造工程师 国家高级正工师的网友爆料说 中介五局某个非洲工程 据说是几内亚马西铁路九标段项目 缩现非洲工人的工资 结果当地工人 拿着AK-47突击步枪 找工作人员讨薪 吓得他们当天 就乖乖地给出了工资 这个消息在网上曝光以后 闹得是沸沸扬扬 很多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网友 也跟着转贴图文 虽然陆媒报道了这一消息 并且做出辟谣 但还是引发网络炸锅 相关报道也遭到下架 最早爆料此消息的网友写道 我不得不说非洲工人好样的 感应维护自己的工资 办法虽然简单粗暴 但管用呀 据悉中建五局是中共央企 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 这次遭到非洲工人持枪讨工资 丢人丢到国内了 其实在一带一路项目中 被拖欠工资的不光是贫苦的当地人 还包括很多中国工人 化名为李江的项目工程师 曾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 中老铁路建设 他向大气园披露说 参与中老铁路工程的职工 常常拖几个月才给工资 他听说 现在还有一带一路的工程底层工人 被拖欠工资 中老铁路工程项目被层层转包 一包二包 再往下是三包四包 而在三包四包环节的小包工头那里 工作的农民工 他们的风险就太大了 他们主要来自于大陆 常被欠工资 处境很悲惨 也很可怜 李江说 对农民工欠薪的现象很普遍 有些项目实在没办法付工资 他还爆料说 中老铁路工程在建设期间 中国农民工因不堪忍受 老是被拖欠工资 于是就一起抗议 他们把公司项目部都给占领了 还把位于廖国 朗伯拉邦的中领馆也都给占领了 这是闹到中共高层以后 中共中央勃然大怒 于是就怯怒涉事的国企领导们 批评他们没把事情搞定 后来双方都妥协了一点 才把拖欠的工资解决了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